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昭和玉瑾也一起戳穿了齐王篡位 勾结外地的阴谋 齐王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而且齐王临死都不知道杀了他的人是谁 平定了战乱的夜昭和玉瑾最终保护得大宋的稳定 玉瑾成长为真正男儿 得到皇上的肯定和赞赏 夜昭卸下铠甲换上罗杉 为玉瑾生下孩子 最终两人远离沙场 开始新的生活 好了 今天妹妹就到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西施妹妹的节目 欢迎订阅 节目更新会提醒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西施妹妹的支持 欢迎点击打赏按钮 爱你 么么哒